邵凤香有一对夫妻搭着计程车 匆匆忙忙跑进智学派出所求助 原来是他5岁的小儿子气喘发作了 脸色苍白担心会延误就医时间 紧急寻求警方来协助开道 让原本25分钟路程缩短到14分钟 也顺利的让男童送达慈济医院来救治 小儿子气喘发作 母亲把小孩抱进医院 小孩趴在妈妈身上看起来非常虚弱 因为他气喘发作需要紧急治疗 而他们能抢在黄金救援时间抵达医院 都是因为刚刚有警车帅气帮忙开道 7号中午12点多 一家人带着气喘发作的5岁男童搭计程车 从花莲县万荣乡出发药区市区就医 经过智学派出所时 男童气喘突然加重 脸色还痛苦发白 他的父亲马上下车跑到警区前求助 远警看到男童病发严重 有生命危险 立刻挑上警车鸣笛开道 有了警车在前方协助 男童一家人搭乘的计程车场行无阻 从原本25分钟的路程 缩短到仅14分钟就迅速抵达 慈济医院急诊室急救 民众若有紧急救护情形建议优先通知救护车 前来救护在第一时间让具有专业救护人员及救护器材 能给予较佳的医疗协助 远警成了男童的救命恩人让一家人都相当感激 但警方还是要提醒民众 危机时刻还是要叫救护车比较好 避免缺乏医疗器材酿成遗憾 记者林明镜 许丽清欢迎您的报道